官人 在这世界上 我最得相信的 只有你一个 我们又回头把这个燕台 拿过来再看一下 因为想把它买下来 太重了我听 这个燕台确实是非常漂亮 一眼就把它相中 哪一个人看得漂亮 遇到新疆美食 伞子 油炸糕 又是一些泥石蛋白之类的 这些东西雕出来以后非常上功 就是非常显功啊 随便雕一雕 不像是河田玉纯白色 雕出来以后你感觉不到 看到一串比较奇特的马脑串串 翘色的小蜗牛 它这里有几个隔壁玉 然后包的银出来 还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这种东西 这里还看到几块青玉的毛料 然后这种开小窗呢 籽儿 你们懂的啊 你们懂的 这是葡萄跟满脑香的葡萄 资多辣吗 赢的吗 这个是925赢的 这是马脑 资多辣的 我自己加工 很好的 黄金泥石 这种做的手把剑 还挺漂亮的 光泽度特别好 而且抓上去也没有干涩的感觉 舒服 挺好玩 所以这个黄金泥石做出来的东西漂亮 这是金丝玉的切块 很漂亮啊 这个光泽我感觉真的挺诱人的 所以金丝玉你看现在卖的好 真的很漂亮 我尤其喜欢这块的光泽 这块光泽感真的舒服 这里摆在闪台的 这个做个什么呢 这里有几个金丝玉的漂亮雕件 我带大家转这种实展转多了吧 我个人怎么就开始倾向于这些东西了呢 因为赫天玉的颜色种类太少了 我感觉这些东西比赫天玉漂亮 这是赫天玉的展台 这往这一来就是高端货了 应该是抓了一辆车吧 这个就挺罕见的 这块籽挺完整 而且老气 这种籽现在确实挺难找得到这种籽 老板开价是12万 这种在赫天玉都不好收了 夹的太多了 我家最近能看到真正的东西啊 我家有个亲子 天呐这我都不敢问价了 38万 38万 苏州屋钓龙碑的大石钓的 哪个人钓的 发现了一个孔雀石的原石 这还好几个的 其中我感觉原石比成品好看 在原处发现了一把石头 赫天玉斧头 这个链子是一起雕刻出来的 这个就是清香玉的桌子 香出来效果也挺好的 这个属于是民族风格的豪香吧 中间一块和田玉子料 这些应该是金的 然后又是这种烤瓷工艺 香的钻石 这个上面也是啊 这个上面香的什么红皮黑皮子料 然后上面有很多小小的小籽 我跟你说我没有见过这样做的 好牛逼啊 不是他那样做法我没见过 太棒了 第一次摔网手机 这个是香的一个蝴蝶 用的不是资料 山料的但是也特别漂亮 还有龙凤城祥款式的这种平安扣 我给大家看到了 除了和田玉之外 我们有很多颜色非常丰富的石头 而且这类石头呢 非常显工艺 就是说你随便在上面做一个什么工 就会非常出效果 和田玉因为大多是白色 这个白色其实不是特别显工艺的 这次展会上面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用泥石拼出来的那几幅字 这个最难得的其实是什么呢 你用石头拼一幅字出来应该不难 但是要是想拼出一幅有笔触的字来 这个就非常难了 但是这幅字大家看到了 它的一撇一捺 就跟人写出来的一样 好了如果大家喜欢这次的视频 请关注我再见